同学们大家好 现在我们进行我们这套课程的最后一节 第十节是一个实验课 实现自己的HellHellWorld之APP层代码的编写 我们这节课主要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编写一下我们的应用代码 第二部分就是启动讯影机 将我们的应用push进去 安装进去 进行一下测试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客户作业 好的 那个我们现在先进行第一小节 就是编写我们的这个应用代码 编写应用代码的这个应用开发呢 主要用这个Eclipse 或者是这个安卓的这个安卓Studio 这里呢我们就用这个Eclipse 新建一个这个安卓的这个工程 比如说我们的工程名叫 Hello World 选择4.4吧 我们就基于4.4的代码 一路next next 最后就finish 我们这个APP呢就实现一个简单的功能 就是调用我们的service 实现一个简单的加法 然后把这个结果显示在这个 好我们新建一个工程完了之后呢 他会把这个fragment的main这个函数 我们的这个mainactivity 这样弄进来 然后我们主要就是在这个fragment的main里面 把我们的这个布局修改一下 我们这个主要就是一个按钮 一个textview textview就显示我们的这个操作结果 按钮呢作为一个显示件 首先我们把这个 就是related layout 我们这里新增加一个button的一个按钮 button的一个按钮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id呢 上面这个textview 我们这个进行更改一下 这个属性啊 宽高都是100dp 刷了一个id 然后我们这个按钮呢 就放在这个下面 然后我们需要 对按钮就放在这个下面 这里这个text 这里需要用一个stream 再加一个stream 叫btntxt 叫getvalue 好的 这是我们的布局文件写完了 布局文件写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fragment里面啊 先把我们的这两个啊 一个是textview 我们的这个 btn 还有一个我们的textview tvresult 定义两个变量啊 把这个对应的blog的引进来 然后我们在这个go的函数这里啊 写一下 写一下 btn 等约 我们有点 find 我们的刚才的id 我们的button的id是这个btn headerword 啊 把它转化成一个 多了一个斜杠 把它转化成一个button 把它转化成一个button 完了之后呢 我们将我们的这个textview 也进行一下这个查找 这个负下值 然后我们BTN呢 设置一个 设置一个listen 监听的一个listen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 这个类实现监听的这个接口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类里面 这个函数里面进行调用service的操作 当然这个调用service呢 有两种方式 我们这里先讲一下第一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首先是一个i binder b 等于 binder b 就是通过这个service manager 获得到我们这个service作为一个binder 一个接口 然后呢 我们再将它转换成我们的这个ihellover的service 这个接口的这个类 通过什么方法呢 就通过我们这个staff 里边有一个as interface的这么一个方法 将我们的这个binder转换成我们的这个service 然后呢 我们这个tvtext 直接就调用我们这个service 是一个加法 这样的话 当我们按下这个button的时候 我们这个得到的这个结果值 就会显示在这个textview上面 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开启出来 把这个打印出来 异常如果有异常的话 打印出来 这里我们写个三加三吧 好的 那上面呢 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这个头文件加上 我们刚才主要用的那个头文件 一个是这个 hellover的service 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service manager iBinder也加进来 还有我们的这个service manager 我们的这个service manager 也是我们这个os下面的一个包 一个link 好的 这样 我们这个app呢 就算编写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找到这个app的这个代码的目录 在这个目录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res src和androidmanifest这三个文件 拷贝到我们的原代码目录下面 我们的原代码 放在什么地方呢 放在我们的这个packageapp下面 在这个下面呢 我们新建一个我们的这个文件夹 叫make.dr 使用我们的make.dr hellover的 hellover的这么一个文件夹 完了之后呢 将我们的这个代码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首先需要 把我们的这个 从我们可以看到 app下面有很多别的这个目录 我们比如说找一个这个setting 我们将它的安卓的这个makefile文件 copy到我们的这个hellover的下面 然后进行一些简单的修改 主要的修改呢 就是将我们的这个hellover的packagemainname 写成hellover的 然后将其他一些无用的信息删除掉 这样的话 在进行这个安卓代码编译的时候 这个编译系统就会将我们的这个hellover的给编译进去 然后编译的过程呢 就是mmpackageapphellover的 可以看一下编译结果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这编译已经完成了 编译出来一个apk和一个odex文件 然后我们再执行makefile note 重新打包下我们的image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apk就会打包到我们的这个系统里边了 好 那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这个app的这个编码工作已经完成了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调用service有两种方式 刚才我们讲的是第一种 从应用层调用这个service 接下来还有一种方式呢 刚才我们讲的是第一种 第一种呢 是直接调用 不需要做任何修改 在我们之前的这个课程的基础上 第二种怎么调用呢 是需要直接通过getactivity 通过getservice 这样直接获得一个service 不需要我们通过这样 使用这个stub接口来进行一个interface的转换 当然实际上这样的方法呢 它还需要进行在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framework下面 有一个文件叫什么 叫我们的这个context 找一下这个文件 就在这个call目标下面 call目标下面呢 在这里在他的这个service feature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这个service 给注册一下 它本质上啊 也是将这个interface 这个abinder 获得到这个binder 对象进行了一个转换 所以说呢 这两种方式 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 好的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代码编写的这个工作啊 就算完成了 好 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运行一下吸引机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效果啊 是否实现 大家还记得那个运行吸引机的那个命令啊 挺长的一块 我这里就直接copy了 我们运行一下 同时呢 我们这边呢 可以使用adblocate 看一下这个log啊 是否正确 这个信息正在启动 好 这里我们看到之前 我们写的啊 在这个service上写的这个test case 它依然是运行着的啊 说明我们这个模块被正确的加载了 等一下我们可以开机 等它开机完成了 看看效果 好的 现在开机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的这个hello world service 是否能正确的被这个app调用 稍等一下 好的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hello world的这个程序啊 就在这个面板上 我们点击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们点击这个get value这个按钮 还有我们看到 3加3等于6 有这么一个结果出来了 从log上看呢 我们这个程序都正确的被调用了 到现在为止呢 就说明啊 我们这个整个程序 从应用层 framework层 到这个hello层 这个整个调用的路径 是ok的 没有问题的 好的 那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这个课程啊 就算正式的结束了 我们这个hello的这个课程呢 从刚开始啊 做了一些这个环境的准备 还有hello的这个体系结构的思想 和设计思想的介绍 然后呢 我们慢慢的实现了一个自己的hello层的这个代码 从hello层啊 我们一步一步的啊 到GNI层 到Java的service层 再到我们最后的这个应用层 把整条路全部走通了 啊 这种模式呢 也是我们安卓系统里面啊 绝大不绝大多数这个service 它所走的一个流程 它的结构呢 基本就是这样的 只是说 我们系统呢 很多这个service 它自身有很复杂的这个业务逻辑 代码看起来会非常的 非常的麻烦 非常的困难 但总体结构就是这样 希望我这个课程啊 能对大家理解安卓的这个系统结构 有一定的帮助 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的课程作业 最后一节课程作业呢 就是大家在APP层呢 自己实现一个这个应用 来调用之前的这个service 啊 调用自己实现的这个hello藏代码 好的 我们这节课 我们这套课程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希望能对大家以后的学习 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再见 不请再按espère Jungle 我们这些还有帮助作业 Arc